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盘整 那么我估计支撑在12600点附近 现在12616跌45点 成交量萎收到1767亿估 还是跌多涨少 还是跌多涨少 贵买本来是涨的 后来变成跌的 表示这个周五的沙盘力道蛮强的 那这种盘 我都特别跟我的会员交代 这种盘要怎么看 来 我拿给大家看 经开两点低的弱势盘 下周煤将大风险存在 颜控止骨 今天置身在12600附近 手中止骨细胞就好 请勿自行加码 那霍凯看不行 这个行情我们要先出 先部门的出3042 3042我们就把它做拉高的时候 做出托的动作 拉高的时候做出托的动作 另外6477一样的做出托的动作 这个就是我们拉高的时候 做判断说这个盘 昨天的强势变成今天的弱势 变成这种现象 比如说2417也是昨天很强 赚三块钱 今天又回来几乎又跌两块多 但是这个无手 我以为是看长的 这股票有时候是长短 这不同 所以我今天的动作就是这样子 该出的我就会出 那么风险存在 我们一定要怎么样 控制风险 不能买到保买到满不行 到底有那个大型的因素存在 那么外资仔细细做卖操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操作上 昨天那种跳空的话 就已经把这个季线跟月线打掉了 那打掉的话 应该要赶快下个礼拜要赶快迅速 因为今天礼拜五比较麻烦 礼拜五一般来讲 比股票比较会跌 另外今天有一个所谓的重大的信息 什么信息呢 就是这个在新加坡的摩台子 摩台起子最后一天的交易 这个要转换到同交易所的 互时台子起货 互时五时 中国大陆是互时上阵五时 那台股是台子起货 将会将成分骨差异 所以今天在做调整 这要注意 调整很严重 MSCI的摩台子调整为 护台前值的差异很大 尤其是台积电降很多 那其他都增加的比较多 也就是说在这里 这个张数会调整 会调整一下 所以这个尾盘的时候会做调整 另外VIX起货断农时间 缩短公告 这个VIX断农 这个是因应下个礼拜 有可能 有可能 可能这个美国股市的变化比较大 有可能在这边 做这个所谓的调整 你说 这个行情怎么看 今天持续下跌 昨天美国股市 受美国股市下跌900多点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缓弹 但是台股依然的没有弹上去 还是小跌 只有算小跌 那这个行情走到这边 怎么看 要怎么看 我想大家比较关心未来 因为现在整个行情 卡在哪里 卡在很多人认为说 来我们从最底下来看 这样旷言一点比较大 很多人一直只有这种观念 就是说 从8523 涨了4508 走到这边 这边不可能是底 很多人认为是头 可是是头又不像头 头一定要怎么样 箭头 然后破底破底 这个才叫空头 这个12149没有破 不能叫空头 就假设它在足头 长多了以后的足头 可是 这个液线跟季线虽然被跌破 它还是向上的 目前还是向上的 现在目前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还是向上的 只有短经线向下而已 长经线所有的向上 那你这样说是空头 不符合整个所谓的学理 技术分析有它的学理存在 不是说没有 有它的道理存在 那既然如此 我这个假设还是存在的 这个假设还是存在的 就是说 我看14066还是存在的 不会改变 不会改变 我没有 除非它走空头 所以走空头 就是短线下弯 那我就会开始做大量的减码 这是我的操作模式 给大家参考 因为你在前一段日子 如果你认为这是多头了 空头的话根本做不下去 你股票做不下去 你是认为空头你怎么可以做多呢 那你是认为是空头你怎么可以做多 你认为是多头当然是要做多 对不对 那这个是矛盾 有的人讲空头 他去做空 做空也不见得赢 不见得赢 有时候做多反而赚得多 因为做空成本高 你看学会技术分析秘捷 股市钞票一定自然来 今天一样的言经 一样的言经 我讲给你听 今天跌 来我来看六四四三 今天是跌 是跌 我讲给你听 是双尊头 可能双尊头 有可能 怎么办 你假如怕你就赚不到钱 主力根本没有跑得掉 跑不掉 我知道他跑不掉 外资联系在观景币的过程里面 买了那么多天 根本跑不掉 当然外资买不见得代表说 他就是还会继续拉 未必的 因为现在整个行情 受到疫情的影响 个股的表现差异非常地大 那你只能低接 不能去追高 像我告诉我投资朋友 我昨天可以买 但是今天你不能去买 因为今天落势 何况美国第一太阳人 是跌了5% 所以今天不能买 而且礼拜五 平常礼拜五 我都会告诉我的会员 可以减码不要加码 因为到底下个礼拜三 马上就美国的大型 那个变数真的是太大 到底路死谁走 谁都不知道 真的是不知道 网络报纸都说拜登会赢 可是我看川普赢的机率也蛮高的 因为他的政见都兑现了 美国总统政见很少兑现 他都兑现了 很多人不敢表示意见 这个就是问题在这边了 那假如美国川普险上的话 那股市会不会跌 大家一定说不会跌 拜登险上会不会跌 拜登险上会不会跌 会有 可是拜登险上的话 力量会涨 这个又矛盾了 对不对 又矛盾 其实力量跟选举是没有关系 这是国家的政策 这是台湾的政策 到2025年的所谓的非核加元 台积电已经计算到2035年到2050年 他已经知道他会切电了 他已经算到之后他会切电了 台湾要达到25 20Mega 要很努力的才能够弄到电 所以这个是长线的多头 短线的可能会是起无不当 但是长线多头还是没有改变 我就用这个假设 所以我在九月份 我公开的讲 我做这一档股票 叫做盐晶 茂迪 太极 安极 散热模组的齐鸿 还有风电的上尾 这个我都出掉 这个都出掉 这个都出掉 这个也出掉 剩下盐晶 安极我今天早上也出掉 我对股市的判断 我非常的谨慎 我尽量把战线缩小 战线缩小有什么话说 我今天就一档股票 压估值的这一档股票 我35块买 37块加码 昨天有的人买到 有的人没有 大部分人都没有买到38块5 好就是买到38块5也是小套而已 我也不怕 平静城门 算起来还是37块左右 对不对 甚至于36块8毛那边而已 所以我不怕 有因为如此 我能够赚整个波段 从9月1号开始 一步一脚印的 高点到我先出 下来再接 出二分之一 高点到先出二分之一 下来再接 加码上去 卖三次卖完 下来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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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模式 所以成为 这一个人的耐力跟成功 是有道理的 我们操作股票的耐力 这一本就是我操作圆经的日记 每天两张日记 一张左四图 一张K线图 整本 这是30天里面 30个营业日 六个礼拜 赚一倍的铁的事实 我每天的讲 蝶也讲 掌也讲 我什么都不怕 为什么 我看到未来 你到南部去看 你就知道 今天蝶我也讲给你听 这因为受到美国总统的影响 是有影响 但无所谓 我该出的时候我也会出 我不是一个死多头 我跟大家讲过 本节目只做技术分析 不做任何股票的推荐 因为我认为说 我了解阻力的一个脉动 这是阻力誓不起 从打压的进货 到要拉抬以前的踹你一脚 开始大涨 整理以后再喷出 都依我的规划再做 看 9月1号以后 这张股票活剥了 大量了 涨上去盘整 偏出 再来拉回 现在再整理 我一一给你印证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本领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波浪理论 还有葛莱比八大法则 买 卖 接 卖 接爆 上来卖 这里是不是头 很像 这里是不是头 很像 他还要突破 很像 但是 跑不掉 为什么跑不掉 他这样出不掉 出不掉 人家说要死了 又拎一个才会死了 我跟你说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说 你有没有坚持 有没有坚持 敢不敢坚持 现在我跟你讲 现在投资人 我所知道的 面临的问题 股票百分之五十六十在跌 涨得相对少数 你拿那些少数来讲说 你股票多厉害 那我认为是 有一点太那个了 太稀微了 我认为说 我们买的股票 我买那种 会涨很多的那种 一定买很多股票 他一定手上很多股票 然后对的拿出来讲 我不一样 我股票不多 那问题是 你现在手中的股票 一直跌 胆不动 你怎么办 来加入我LINE A 小老鼠墨5168 我帮你解决 带你来换股 留下电话 我一定会打悟你 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的问题 你的小问题 是黄世民的大问题 我会帮你解决 昨天也有人 这个 来反映吗 我都没问题 你只要 我会给你最好的建议 因为 我们做这个节目的目的 我是希望说 我用真实的 跟大家来见面 而不要用那种 稀微的 欺骗的 那没有意思 那不是我的风格 我也没有必要这样 我这个年纪 何必这样做呢 人家是老名 后是老婆嘛 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 准时的收看我节目 每天 十二点半到一点 晚上一点到一点半 凌晨会同播 欢迎大家一起来 如果你真的想赚钱 而资金不是很大 也没关系 来 参加我们赚钱赶速度 一档结一档 定国家 资金五十万 我就帮你来规划 你资金多一点的 我帮你做财务管理 因为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投资人 都买一桶子的股票 他说我买这么多股票 我叫做投资 错了 现在台湾的股票 一半在跌 那你很多股票 是不是一半在跌 那你会赚吗 你看报纸 但是买股票 股票发布利多 你就去追 那你就完蛋了 对不对 前几天很多股票 在发布利多 那你去追 你就完蛋了 今天这个2417也有发布利多 他也发布利多 结果利多就下跌下来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 他在这边盘整 因为他现金正值的关系 盘整完以后还会再供上去 所以我告诉我的投资朋友 今天不要随便去做追高的动作 原因在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Wha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 用心悬骨 从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悬骨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明文夏二 Do you want more? What 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02-2351-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来看一下现 目前的指数是跌了50点 还是直系在做下杀 尤其贵买这边该涨而未涨 杀得比较凶 那目前这个预估成量1779亿 那么跌的比较多 涨的相对比较少 贵买是有一点让我失望 这个该涨而未涨 本来今天的救星 应该是在贵买这边才对 结果杀下来以后往下杀 表示今天是星期五 美国股市 大家还是担心会下跌 然后先级又到了 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又面对了嫌弃 所以很多人会收回资金 会惊慌之错 原因就是这样子 我们亿万大赢家做的这个节目 这个只有做技术分析 不做任何股票的推荐 那我的时间是 十二点半到一点 每个礼拜七天都有 晚上凌晨一点到一点半都有 欢迎大家准时的收看 我特别强调的观念就是说 股票涨多了 你一定要把它叫做贵出奴混土 见起奴注意 往往股票是买在沙跌的时候 而不是去追高的时候 你去追高就很容易套到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3042 你今天去追高 你就套到了 对不对 这个不能做追高 包括我跟大家讲的这个 一样你不能做追高 今天还好 那今天沙盘是 因为大家看不涨 就把它丢出来了 一期的不一样就丢出来了 很正常 股票涨多回跌多很正常 但是它要跌到一定程度 我也会撤退 我不是说纸报活报 因为我赚这么多 我随便卖都怎么赚都赢 那另外呢 这个股价本来就是 有买有卖 来 6603 资本额14.87 净值12.57 我们来看一看6603今天怎么样 小涨 它本来啊 汉地爬中攻上去 那符额比较多又回来 本来股票就是这样 然后我今天又缓弹上去 这个很明显有人套到了嘛 那再修正嘛 那像这种股票就是 净值12块5毛7嘛 那它现在是11块1毛 这一次有到12块6毛5的净值 表示什么 一般来讲净值是股价偏低嘛 就是在净值之下嘛 那我们来看它的内容 一档股票当然是有赔钱嘛 公司赔钱了嘛 所以它股价比较低嘛 12块5毛7嘛 资本额是14.87嘛 负债比例62.42 稍微提高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不起 来 今年年初的时候 疫到疫情 中国大陆整个封城了 所以做不到生意 做不到生意 直到第三季才做到生意 那第一季是赔钱 对不对 第一季赔0.43 做不到生意当然也了解嘛 第二季只有 第二季以后 四五六做到生意 只有赔0.0点 来看 你看它的业绩是这样子 一直上来嘛 只要做不到生意嘛 所以一直上来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季的时候赔0.02 是做了6亿多嘛 那一他假如做9亿的话 一定会赚钱嘛 是不是应该会赚钱嘛 9亿就会赚钱嘛 这个一看以前的历史就知道嘛 8亿就会赚钱了 8亿多就会赚钱了嘛 所以 我说这个叫转亏为盈 没有错啊 而且 它的这个配股配息 每年都配股配息 这几年来都配股配息 一家公司配股配息 你说它不好吗 不可能嘛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他也曾经实施库长谷过 好 大家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来年代 有人说他签年代 延长会赵峰云跟他签年代 15亿 为什么15亿 他那一块土地就只15亿了吧 这个年代 这个钱只是放着 还没有用呢 董事会才通过呢 他是做生意没有不要钱的 资本支出有所需要嘛 这跟你先签好 随时可以动用 然后要转投资 他要投资的时候就可以用得到嘛 这就是道理嘛 做生意 王永庆也借钱啊 谁不借钱 对不对 问题是说你在目的是在哪里 你假如拿去买房地产就不对啊 他要扩厂 充斥营营 一个公司要做充斥营营 你说他负债 这个乱讲嘛 真的是乱讲 网路上有些人都是乱讲 所以人家辛苦的在这边经营企业 50年了 你说人家负债太高 谁不负债啊 你做生意谁不负债 你买房子不负债吗 除非你是像妙天他都不负债 那钱都是人家供应给他 他当然不负债啊 这也买了库长股 平均12.44的库长股 所以有些投资人你要有判断能力 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有判断能力 我不是在跟你介绍 我推荐任何股票 不是 你要有判断能力 不要人赢亦赢 人说你就是想错了 我们对报表的判断 对公司的业绩 所以我们要深度的了解 你才摆一档股票 对不对 那你去有些乱讲 我跟你讲 你乱讲人家会告你 对不对 我不会 你们在网络上不要乱讲 乱讲人家真的会告你 你假如我的公司 你这样讲我我就告你 你知道我入行吗 你不知道我入行吗 你互别说 你互别说 人都给你告 所以我们对 我们台湾企业家 在努力的经营 像王永庆这些人 我们都要给他打破 根由台湾 为台湾打拼的人 你不支持支持谁啊 我请问你嘛 我们是台湾人 你不支持台湾 支持台湾人支持谁啊 我请问你嘛 所以大家要有这种观念 支持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才会成功 我们台湾才会发展 才会变向世界嘛 这是我给大家的观念 要支持我们自己 台湾的企业 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操作顺利 下个礼拜 谢谢各位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